冷湿敷法 冷湿敷主要用于降温、早期扭伤、 错伤的消肿和止痛等 操作前准备 护士准备 着装整齐、洗手、修剪指甲、戴口罩 用物准备 治疗盘内背 弯盘、肤部两块、钳子两把 治疗筋、肝毛巾 操作步骤 评估解释 治患者床旁和对患者床号、姓名和腕带 换处准备 暴露换处 垫治疗筋与受肤部为下 局部治疗 双手各式一把钳子 将浸在冰水中的肤部拧干 抖开肤部 折叠后 敷在患处 每三到五分钟更换一次肤部 一般冷湿敷时间为15到20分钟 对高热患者可将肤部附于其前额 巡视观察 用冷过程中观察冷疗的效果 患者的反应 以及局部皮肤颜色的变化 如出现皮肤苍白、青子等 应立即停止用冷 冷肤部位若为开放性伤口 需按无菌技术处理伤口 治疗结束撤掉肤部 协助患者取舒适卧位 整理患者的床单位 重要提示 受肤部位下电治疗筋 保护皮肤和床单位 肤部湿度得当 以不滴水为度 冷肤部位为开放性伤口 需按无菌技术处理伤口 防止伤口 如果用于降温 除头部冷肤外 患者的腋下、肘窝、腹骨勾 大腿根部等处 可同时应用 冷肤30分钟后 应测量体温并记录 健康教育 一、向患者及家属 解释冷食肤的目的、作用、方法 二、向患者及家属说明冷食肤的注意事项 以及应达到的治疗效果 成功、小型、磨性、阶子及彩子及家属性